正在進行污染整治的中油高雄 武清救治 負責整治的廠商 二十四號曾經發生植災意外 工人遭到砂石車的車斗羈押 送醫搶救後不治 今天國民黨市議員出面 抨擊 市府隱匿消息 怪手在中油高雄武清救治中 持續趕工 希望能在明年 順利將整治好的用地交給 臺積電 但整治場子三之三 區二十四號下午 卻傳出疑似公安事故 受傷人員送醫後不治 是讓藍營明代抨擊市府隱匿消息 藍營明代二十六號上午召開記者會 要求市府說明整起事故 但市府卻表示不是公安意外 因為事故不是在整治過程發生 只能算執災意外 跟那個土地整治 跟開發室無關的 我們純粹是一個當地的 這個現場的修車子 請借車有故障 然後這個司機就請外面的工人 來進行他維修這個車子 造成他的意外 市府表示當天就做了老檢 也會要求包商後續要妥善處理 但就在即將迎來台積電時發生事故 明代也要求市府應檢討相關老檢及公安管理 避免有因趕工而出現公安事故的狀況發生 記者陳煥與許正俊高雄報導 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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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